好,我先跟你講一下為什麼我要錄影話很簡單 因為我擔心我以後上不到這樣的課程 因為這可能是我的復習課 因為你知道明年是十二年國教對不對 所以他們週六會不會留下來上這樣的課 我想應該是不會 我是錄影對我自己做個紀念 所以我不是在錄你們,我是在錄我自己 好,那你們有清清老師之前要給你們買一段講義 然後有原來的你自己的進度,然後有在進行小考 這個部分就一樣到原來的進度走就好了 不過我的部分,我們這學期有八節課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你們通常到第六節以後 應該就會很多人有學校可以念 應該是這樣了吧 所以說不定我們的課也上不完 不過以你們班來說,我的目標是 我今天上完生物課之後,你在高中要做銜接的時候比較好銜接 就是我的私上課的目標 所以我會幫你把你一年級學到的生物整個統根起來 那告訴你,其實這些生物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關係的 它不像你想像的是兩本,不一樣的課本 分層上下級,其實是在講一件事情 所以我會把你一年級學到的生物的部分 那我今天只贏了三張給你 一張細胞的 一張植物的 然後一張人類的 然後一張 然後一張演化 分生物分類 然後 最後 還有一張 我會忘了 我會忘了 大概就這樣吧 我會忘了 所以你們那台只要把他 身上就好了 好 我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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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敲一下 好,那我預計1-2的課會上一張契例 風險的規劃在這邊 很難 這個影片先插三張 那如果你們有在寫參考書、寫考卷、寫模擬考、不寫考 統一遇到的問題,你就趁下課或者趁你平常有時間 或者趁任何時候找我跟清靈老師都可以 任何問題就去問我們 那我覺得最好問的人其實不是我跟清靈老師 應該是你周邊的同學 因為藉由他們的嘴巴講出來的話 所以我認為很簡單的概念 他會認為很複雜,要怎樣跟你的闡述或比較方便 所以有問題最快的方式是找國畢的同學 其次才是找國跟清靈老師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解決你的疑問的話就可以找我們 好,那首先我要複習的部分 我要從第一章開始複習 那你們會看到老師的講義分針 你現在說當拿到三章,基本上就是上策的內容 上策老師整理起來就是這三張講義 好,那下策會是另外三張 看起來只有六張 包含你十個章節的內容 好,那我們上策上的是什麼? 第一個,上策上的是細胞的組成 還有動物跟植物的生理構造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說生物學上策上的是你個體內發生的事情 在你這個一個身體裡面發生的事情 下策我們上的是遺傳、演化、分類、人類與環境 下策上的部分是你跟外界的關係 所以我們整本課本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外面的環境跟你身體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這就是我們生物科的反圍 在你國中所學的部分 那高中的話會更進一步學習更細節的地方 那基本上以這些為底,再做延伸 所以你們就要更精細了一點點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從細胞開始講起 好,首先,細胞是一個很小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肉眼可以看到一個細胞 你的肉眼可以看到什麼的細胞? 你知道嗎?你眼睛有看過細胞嗎? 不是在顯微鏡子下,雞蛋對不對? 那雞蛋哪一個地方是一個細胞? 蛋黃 蛋黃嗎?小白點嗎? 蛋黃加蛋白嗎?殼膜以內嗎? 還是整顆蛋是一個細胞? 好,整顆蛋 整顆蛋包含蛋粉、殼膜、散法、蛋化、攜帶、小白點 就是整顆蛋的範圍嘛 那哪裡叫一個細胞?小白點 好,先問你哪裡會長出一隻小雞? 小白點 小白點會慢慢變成一隻雞 如果我們有時間的話,我會給你看那個照片 所以小白點會長出一隻小雞 可是我們說一個軟細胞的部分 是包含整顆蛋黃跟裡面的部分 那蛋白、攜帶、殼膜跟蛋殼 那個是後來包裝上去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吃到一個軟細胞 不會有蛋白、不會有攜帶、不會有殼膜跟蛋殼的軟細胞 什麼機會呢?你有沒有吃過鹽水雞? 鹽水雞有一個很特殊的食物叫黃金蛋 就是一串圓圓的、黃黃的會串成一串 那個東西就是沒有額外的部分 只有軟細胞的部分 那那個東西在哪裡拿出來的你知道嗎? 蛤?不要講 蛤?不要講 不要講,講完就不敢吃了嗎? 因為通常你吃那個你還會吃另外一件東西 也是包含在它生殖構造裡面 就是脆腸 你有吃過脆腸嗎? 對喔,那兩個東西是一套 好,那其實很簡單 雞的生殖構造有兩個區域 好,我簡單化一下 好,就是雞呢的生殖構造呢 他最後連接的地方跟他的 假設雞的屁股 好,就是他的消化構造 就是他的胃,隨便,隨自己 好 我們可以把自動先進來 連到位,好簡單化下來 好,他最後的開口呢 在他雞屁股的地方的開口 只有一個,一個開口 好,所以你在吃雞屁股的時候 應該會吃到多個胃子 那這個呢,是他的生殖構造 跟他的消化構造 他們是從同一個洞出來的 好,因為雞跟人不一樣 雞只有一個洞 人有兩個跟三個洞 好,因為雞也沒有妙妙的構造 很有 好,所以雞的直腸 跟他的肛門 跟他的卵巢 應該說卵巢 然後他的酥卵罐 跟他的限職腔 就是我們人類的部分 是營造的部分 生物我們叫雞叫限職腔 他會從這裡生蛋 從這裡大便 而出什麼一個洞出來 好,那我們會吃的食物是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上面,這叫脆腸 脆腸就是他的出卵罐 跟他的子宮 還有他的陰道的部分 產道的部分 好 那黃金蛋就是他的卵巢 裡面的卵 所以就是我們殺雞取卵的時候 拿出來那些蛋 那那個蛋呢,經過素卵罐 跟他的 我不知道雞有沒有子宮 我想一下 有點忘記 好,沒關係 經過他的素卵罐 跟他的產道 就會慢慢包裝他的蛋白 他的攜帶 他的隔膜跟蛋黏上去 到最後生出一顆雞蛋 好,這裡會常常出現的問題 請問你 雞蛋會不會一定震得出小雞 我們吃的雞蛋 雞蛋拿去複會會生出小雞 永遠不會用呢 雞的雞蛋有沒有受精 我們吃的蛋 雞的雞蛋是母雞 一隻一隻灌在一個籠子裡面 然後他的工作日負責下蛋 他並不會跟弓雞交配 他並不會受精 所以我們吃的雞蛋都是沒有受精的雞蛋 OK 所以 雞不交配會不會生蛋 會 那我們吃的都是沒有交配沒有受過精的 結果反過來問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雞如果沒有交配沒有受精會不會生肌蛋 對 蛤 會嘛,這樣你懂了沒 那人如果沒有交配沒有受精會不會排卵 對 反而交配晚受精的就不排卵了對不對 對 因為你要懷孕嘛 對 所以你懷孕的時候就不排卵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的月經週期超過你原來的 不管你原來是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五個月一年隨便 如果超過你原來的就是一週期 這非常有可能啊 有些人是二十八天對不對 可是有些人是一個月 有些人是兩個月 有些人是三個月 有些人是半年 有些人是一年來期的 真的有啊 就是有些人的週期會比較混亂 好,但是如果你不在你自己的正常週期內 你不要跟別人 你不在你自己正常週期內一直沒有來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跟年紀喔 你不會那麼早一到子 跟年紀 如果你的女朋友一直都沒有來就小心 我覺得可能要當爸爸 好,所以這是奇怪的話 可以跟你講笑 你可以看到的最大顆的細胞 目前我們看到最大顆的細胞就是軟細胞 就是雞蛋的骨盒 好,那除了這麼大的細胞以外 我們要怎麼樣看到一個細胞 我們就要藉由我們的工具顯微鏡 好,那一個顯微鏡 我們用的顯微鏡叫故事顯微鏡 那為什麼叫故事顯微鏡 是因為 有沒有人告訴過為什麼要叫故事顯微鏡 有沒有人告訴過為什麼要叫故事 兩次 兩次,什麼兩次 折扇 對,很好,折扇兩次 所以他用了幾個鏡頭 兩個,一個什麼鏡 目鏡 好,一個目鏡 一個什麼鏡 目鏡 目鏡 一個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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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需要 光源 或者是電燈套 不管 反正你需要的光源 好 這個光呢 就會從上面 就會從上面照上去 然後穿過你的標本 進到你的目鏡上面 然後最後從你的目鏡跑出去 接收到你的眼睛 OK 好 所以你今天放到故事顯微鏡下的 撥片 的標本 就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 怎麼樣 對,第一個 它要很薄會透光對不對 第二個它要大還是小的 小的 所以你今天故事顯微鏡是用來看 小的 薄的 可以透光的標本 那另外一個顯微鏡 叫結構顯微鏡 它就是可以看 不透光的 大的 立體的標本 看沒有問題 兩個座相對 好 那你今天如果在視野下 看到一隻超運蟲 好 在右下角 你看不清楚 你想把他移到正中間 你想把他移到視野的中間 那請問你 你這片波片要怎麼移 右邊還是下 往哪裡移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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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因為你看到的這個像實際上是 完全上下相反 左右顛倒 所以我都會有一個口訣 故事顯微鏡就是在哪裡往哪裡移 你今天看到他在右下角不是往右下角移 左上角不是往右上角移 他往哪裡跑你就往哪裡移 假設他今天一直往上面跑 跑出去 往左上角跑出去 要往左上出去的時候你就往左上走 所以就是我習慣記憶這個東西的部分 在哪邊往哪邊跑就往哪裡移 在哪裡就往哪裡移 因為他是上下左右相反 那如果平常不習考最容易出現的一題就是 寫一個英文字 那他最喜歡寫四個英文字叫PB B Q 好他一定會寫這個字 B B B Q 好他一定會寫這樣嘛對不對 那我們考試的時候就有破解法嗎 什麼破解法 就是這樣嘛 好唸出來 我們在故事顯微鏡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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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 QD 好結束 我們去找答案找BP QD就好了 OK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考卷轉進180度 唸出來就可以了 那當然也可以 所以學老師可以這樣寫啦 舉例來說我就可以這樣寫啦 好我們舉例來說就可以這樣寫出來 上下相反左右電腦 那也是一樣啦 總180度就是這裡 所以用多數點 應該是你沒有 好 那接下來我們在顯微鏡鏡鏡鏡鏡 看到的東西 好 我們在顯微鏡鏡鏡鏡鏡鏡頭 走著 正在右邊 然後再走走 你們 轉到 darle 轉到 個 身體 就是 右邊 在洗完機下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細胞 基本上我們把細胞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上面這一隻 好,這是第一類的細胞 第二類的細胞 第三類的細胞 好,那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四方分成這三大類的信號 好,那哪三大類?這個是什麼細胞? 這個呢? 你怎麼判斷? 兩個構造嘛,應該說三個構造可以判斷,第一個什麼? 細胞病 大的一包 這個呢? 三細胞,那為什麼要特別畫出它來?因為它跟它們兩個都比較好 仔細看它跟它們兩個有什麼關係? 好,這個東西你在端在學有學到 什麼? 對,很好 好。 好,原盒生物 剛出科學家把 生物分成 간단可能這四角類 第一一貪叫原盒生物,第二類類類是動物的、第三類類類是植物的 最早是兩大動物植物 後來找到一些很小的東西 所以我們把他分一類 而且這類東西非常不一樣 因為他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細胞核的鵝末 對不對 沒有明顯的細胞核 所以我們通常說他是原始的 比較早期就出現的 然後沒有細胞核的植物 雖然這樣寫不好 還是要這樣寫 跟你講一句 很多時候你國中學的東西 到高中可能會被推翻 不過沒關係 姿勢就是慢慢見過 好 所以老師在這裡先推翻一件事情 我們說一個細胞有三個基本的構造 哪三個 細胞 膜 蜘蛛 膜 麻 好,我先幫你推翻一件事情 不是每一個細胞都有細胞核 所以最後一個我幫你修正一下 好,細胞膜,細胞質沒問題 可是第三個要改成這個東西 好,一來三個東西 對,很好 我們不一定要有外面那個膜 不是我們一定要有裡面最重要的物質 就是叫做 移床複子 那這個移床複子在 不管是動物,植物 還是圓頭生物上面 以DNA為主 動物螺旋出生 然後再 然後再 沒有 沒有 細胞膜是沒有合摩 因為其實國中的課本裡面沒有合摩這個概念 它沒有引入這個名字 好,所以三個基本的構造 好,一種物質 細胞,膜 還有細胞 膜 細胞 短膜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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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細胞膜的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控制物質進出 你要記得,細胞的門戶不是細胞壁 因為沒有所有人都有細胞 雖然原和生物很多都會有細胞肌,植物也有細胞肌 所以控制進出的是細胞膜 好,細胞質的範圍就是細胞膜以外 細胞膜以內的所有物質 包含裡面的液體,包含裡面的這些構造 就是細胞質的範圍 好,這個構造是動物跟植物有 可是原來生物沒有 好,這個構造叫 立腺底 好,到了國山這個字你通常會忘記 所以我一樣會做一個調查 請問你認為是立腺底還是立腺底? 好,第一個選擇是立腺底 第二個選擇是立腺底 第二個選擇是立腺底 你覺得是立腺底的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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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大部分你覺得是下面一般很厲害 七般沒有一般常打錯 好,除非 那你知道原因為什麼嗎? 為什麼你會在這個地方打錯? 自從你學過內分泌之後 你就會把腺底 植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會學到有多內分泌線的腺底 對不對 那其實為什麼會取名叫 立腺底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當初科學家在顯微鏡下發現它的時候 它要嘛就是顆粒狀的 要嘛就是線條狀的 不一樣的細胞的形狀不一樣 都是這兩個形狀 所以我們叫它立腺 OK 好 那後來就是要發現這個東西的功能 是進行一件事情 很多呼吸 好 在我們身體裡面 有兩個呼吸 一個是大的呼吸 一個是小的呼吸 一個發生在立腺體裡面 一個發生在你的肺裡面 兩個是有關心的 如果兩個是有關心的 好 什麼叫呼吸 作用 什麼叫呼吸 運動 哪一個是發生在立腺體裡面 有作用 有作用嗎 運動是發生在你的肺 跟你的呼吸 氣管裡面 好 所以那些裡面發生是呼吸 作用 這個是在細胞裡面發生的事情 那這兩個有一個你可以暫時停止 你的暫時停止呼吸 是不是停止哪一個呼吸 運動 你可以停止暫時停止呼吸 運動 但是你不能停止呼吸 作用 因為你隨時需要兩份需要能量來提供一個運作 不過你就在那邊憋氣 你還是會消耗能量 好 所以呼吸作用的部分指的就是產生能量 產生你的你現在運動 你現在講話你現在活著所需要的 所有的基本的那些能源 可以這樣講 好 所以呼吸作用作的事情就是產生能量 產生熱 那怎麼產生能量 你要如何產生產生能量 吃東西吃完了就會有能量了嗎 要消化分解嘛對不對 分解完之後 要吸收嘛 吸收完了之後還要再進到你的細胞裡面再分解一次 好 這邊怎麼分解的 你日常生活中產生能量的方式是 加熱嘛 煮它嘛 烤它嘛 燒它嘛 對不對 可是你細胞裡面不會燒啊 因為我們燃燒需要有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 燃燒需要哪件事情 燃點 助燃鹿跟可燃鹿嘛 要有東西燒嘛 要有東西幫它燒嘛 溫度要夠高嘛 對不對 舉例來說 你今天要交燃鹿朋友 找到一個看起來很適合你的 對不對 你有東西可以燒了嘛 對不對 要有東西燒嘛 要有人幫你們兩個介紹 對不對 不然怎麼燒得起來 接下來呢 你們兩個就算獨處了很冷淡還是燒不起來嘛 所以你需要有燃點嘛 你要製造爆點嘛 兩種類 好 所以你需要三件事情 一個你要有對象可以燒 一個要有人可以幫你 讓你跟它燒起來 第三個 你們要剛才烈火 真的要燒起來的話 必須要有到底 藍點嘛 好的 在你細胞裡面 誰是你要燒的對象 三個東西是你要燒的對象 糖咧 蛋白質 還有嗎 蛋白質 還有嗎 脂質 好你最先燒誰 葡萄糖 先燒糖還是燒油還是燒蛋白質 糖 好先燒糖 接下來燒誰 脂質 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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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脂質 你想一下蛋白質的脂質哪一個比較重要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哪一個在你身體面比較重要 你最喜歡哪一個 所以要燒誰 蛋白質 你最會喜歡蛋白質喔 那你的肌肉啊 你的身體的組成就都不見了 因為肌肉就是蛋白質為主 所以你第二個要燒的是脂質 第三個要燒的是蛋白質 所以我們先燒糖 再燒脂質 再燒蛋白質 所以如果你要減肥的話 你要先把糖燒完 才會燒到油 這時候就會有問題 因為 我講的燒其實不是燒 是個比 不是使用 運用它 好你一定會先把糖用完 再去用你的油 油用完你就會用到 逼不得也會用到你的蛋白質 那這時候問題就來了齁 你有沒有看很多非洲難民 肚子都很大 然後 那個裡面其實不是寄生蟲 你以前都以為它是寄生蟲 好可憐 那個小孩子都瘦巴巴的 肚子好大 一定是理院都寄生蟲對不對 寄生蟲才不喜歡他 他那麼瘦那肉肥脂啊 是不是沒有養分啊 但是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瘦到已經在使用它的蛋白質 造成它肚子水腫 所以裡面都是肌水 肚子的肚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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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